就是乌俄战争 在明天2月24号就要戒满一周年了 这场战族都打了一整年 挪威的情报显示 俄军死伤人数有18万人 乌军折损兵力也有10万以上 双方伤亡惨重 特别是乌东地区 现在有好几个阵线都陷入激战 双方的死伤都还持续增加 甚至一台乡型车上堆叠了上千具议题 乌克兰第68狩猎女士兵 发射SPG-9无后作力炮 朝俄军阵地攻打 乌两军持续在布格列达尔激烈交战 这座城市瞬间战火浓烟四起 乌军也派出无人机侦察俄军营地 以便锁定目标展开攻击 前线努力苦撑 他们希望西方军援能赶快送到前线 虽然西方先进武器还没有拿到手 但乌军在卢干斯克依旧成功轰炸俄军坦克 正中目标后立刻冒出一团火球 成功进行打击乌军这方立刻热烈欢呼 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还以各式反装甲飞弹 击中俄军装甲车 逼得俄军到处狼狈逃命 根据挪威的最新估计 多达18万俄罗斯士兵 不是已经在前线阵亡 就是沦为伤兵 但乌军的死伤人数也高达10万人 如今一个叫推土机的志工团体 将阵亡乌军遗体 想办法送回他们的家乡 至公坦言 很少人愿意站出来无偿服务 也很少人有这种胆量 每天在战地啪啪噪 从早到晚帮忙运送遗体 乌克兰政府没有公布 究竟有多少军人丧命 但志工透露 这几周他的工作量暴增 显示阵亡人数越来越多 乌尔战争将在周五届满一年 乌克兰政府和人民全面戒备 防止俄罗斯扩大攻击 一年过去了 外面记者重返不查证大屠杀现场 这是俄乌战争中最黑暗的一幕 这些车的车下车都被拒絲了 被担了在方的车上 达别的车下车上 很多车下车都被拒絕着 8车上车上车就被车上 被车下车下车 这是手车在车上 一旁还帮扯着 许多无故往云 而在这座原本连接击到伊尔平的橋梁 开战之初就被炸毀 一年过去了 到现在还是一片瓦利没有修复 Zile de război probabil cu toții 乌克兰想要重建家园可没那么简单 除了要排雷之外 倒塌的建筑瓦利中含有石棉 如果在清除废墟时 长久吸入石棉粉尘 恐怕对人体有害 这就是为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韩日本政府正大力宣导 乌克兰正确的安全措施 乌克兰第一夫人欧伦娜也在联合国持续敦促各界 为她的国家伸张正义 即将迈入第二年 英国专家警告 如果乌克兰无法在年底前收复师徒 结束战役的话 这场战争将会陷入有无止境的僵局 TVBN新闻综合报道 而近美国跟德国之后 法国和西班牙也宣布要提供乌克兰凯撒自走炮跟爆二A4型坦克 地面大战似乎一触即发 不过美联社外交记者跟美军前坦克部队的指挥官 则对乌军的技术跟后勤能力感到有行 M1坦克主号一响声是惊人 除此之外 优秀的运动和越野能力 也是这型坦克成为美军主力战车的原因之一 即便是在湿滑的雪地过弯 M1坦克也是游刃有余 尤其从零到三十二公里的加速时间只需要七秒 机动性高效加上精准的火力 让M1成为乌克兰军方眼中可以拿下地面战优势的抗二神器 And if the true is well trained, it can hit a moving target out to 2,000 or 2,000 meters on the move across rough terrain As an example, it has a night vision capability has a laser rangefinder And it has a very good protective capability for the crew in the tank Adding Abrams to Ukraine's defense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step I just wish it was a step taken in a way that got these tanks there in the next few months and not in 10 months or for that matter two years Tank of a coalition now has 12 participants I want to call all countries a coalition and their practical meetings because some of them still have to conduct formal decisions 適合 their internal procedures Ukraine的担心起来有字 由于这支美国牵头 北约多个成员国组成的坦克联盟 曾经因为各自坚持的外交盘算 差点公开翻脸 就算法国和西班牙宣布 会额外增援乌克兰火炮和坦克 而且波兰也愿意提供训练 但是迟来的援助 究竟能不能为俄乌战争带来决定性的突破 仍然不得而知 As many senior U.S. DOD,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Policy leaders have mentioned The problem with the U.S. tank is fuel consumption What it gives the Ukrainians is a very sophisticated fire control system Myślę, że bardzo łatwo jest przejść ze sprzętu posowieckiego na sprzęt nowszej generacji Nie robi to żadnej większej różnicy ponieważ jest wtedy tylko kwestia wyszkolenia kierowców działonowych Zasady prowadzenia ognia są takie same 直至目前为止 由西方组成的坦克联盟 宣布要援助乌克兰各式坦克和火炮 已经达到了125辆 这还不包括正在协商当中的其他北约成员国 除了地面装备之外 乌克兰也同样希望西方阵营 能够加码援助先进战机 和具有远距打击能力的长城飞弹 Ukraine potrzebne telekopiljne raketi 尤其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прибрати цю можливість oкупанта ставити десь далеко від linii frontu swoje raketne установки 尽量的viens V wellness V建议! V on your state的 sicherheit You cannot explain their name or the brand We discuss the platform agles of the platform because it's our necessity to make stronger our capabilities to defend our aerospace 即便烏克蘭提出各式各樣的需求 但是西方陣營也並非全數買單 尤其在先進戰機和長城飛彈的議題上 因為敏感度更高 觸及層面更廣 畢竟西方國家擔心的是 一旦這些武器打到俄羅斯境內 將有可能導致災難性的結果 普京發出措辭強硬的聲明 陷阱對西方擴大軍援 頻頻跨越俄羅斯紅線的行為 已經漸漸失去耐性 除了公布新式T-90M坦克 實彈射擊的畫面外 也暗示俄國會以有別於傳統的能力 來回應西方的不友善行動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